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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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部影片干净美好 用现实中不会发生的故事映射了真实的人性和温情 数一段话的浪漫到底如此 夏目友人帐 夏目是一部以至于为卖点的单元剧 逐渐很简单 夏目将外独母的友人帐中 妖怪的名字归还给妖怪的故事 但每个故事之中都藏着意外的温情 虽说设定是妖怪们 但讲述的却是人心的 无数个故事零零散散看下竟是人间百态 看似简单实则蓄设庞大深刻 简单平凡 触动人心 那年那兔那些史上面说的都是日本动画 国产也有深刻的好动画 比如那年那兔那些史 是一部让人效忠带累的动画 起初听见这个名字 再看是国产是拒绝的 但是看下来就会觉得震惊 简单的东西画风 竟然在讲国的近代历史 而且讲的实在触动人心 能够唤起每个人心中的爱国之魂 历史不再是教科书和诗卷上 让人头疼的文字 为了国家奉献青春甚至鲜血的人 很应该被名记 《红猫蓝兔七霞传》这部国产良心剧 真的是很多人的童年 但是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 只是看紧张刺激的剧情和打斗 但后来才知道文学固论是于华 才知道那么多剧有深意 小时候却没看懂的剧情 才知道这部剧作为一部国产动画的三观 竟然这么厉害 格局这么大 也是那个时候 我国的国曼真的很棒 这样一部成功的国曼 必定是用心做出来的 总结 给一部动画赋予深度和内涵 其实不难 难得是在简单的设定中 还能带给人感动和思考 这就需要创作者对故事 有着非常敏感的细腻的理解 小编期待能够看到更多这种类型的故事 无论是日本动漫还是国曼 都请加油 都请加油